从10月1号开始 德国人要为俄乌战争和相关的制裁买单了 德国天然气市场运营商Trading Hub Europe周一宣布 将从10月1号起向消费者征收天然气税 每千瓦时2.419欧分 这意味着对于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 每年要为天然气再多花上约500欧元的费用 两周前 德国政府批准了这项征税计划 因为如果不把昂贵的能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自从俄罗斯大幅削减了低成本天然气的供应 德国的能源进口商不得不转而购买昂贵许多的高价天然气 但是与政府的合同又不允许他们向消费者转嫁成本 无奈之下 德国政府只能同意以征税的方式来弥补能源进口商的损失 避免能源市场崩溃 对于较为贫困的德国家庭来说 数百欧元的额外负担会使他们的冬天更加难熬 为此 德国政府正在制定相应的福利政策来缓解这一负担 但是对于诸如钢铁制造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来说 这项征税带来的经济损失就不只是几百欧元 而是数亿欧元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企业联合会已经警告政府 这项征税将在已经飙涨的天然气价格之上 为企业带来更为沉重的负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